当我们周围有人遇到伤心难过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大部分的人应该会想去安慰对方 只是可能不知道要说什么比较好 有的人会选择逃开 眼不见为尽 但是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安慰的人他所讲的话不得体 反而让对方更难过 甚至更痛苦 造成更大的伤害 其实能够安慰人也是一种恩赐 有的人天生就能够用话语或行动去安慰 去鼓励别人 《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 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 圣经特别说明他的名字意思就是鼓励者 所以他确实带给别人很大的帮助 包括提西保罗之后还栽培了马可 既然说安慰人是一种恩赐 那么会不会有人说自己就是没有这样的恩赐 就完全都不用去安慰人 不用去做安慰人的事情呢 事实上恩赐是会跑出来 也会消失的 因为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赏赐给信徒 重点是当上帝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给他相对应的恩赐 只是他需要在上帝所安排的情境当中被操练 有一部电影叫做王牌天神2 故事是说上帝拣选了男主角成为现代的挪亚 他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一员 现在竟然要去盖方舟 因此家里就被他搞得鸡犬不灵 他太太也是不知所措 有一次他就跑到一间咖啡厅里面去散散心 上帝就化身为服务生来招呼他 太太跟他谈起最近的困扰 他希望家人能够更亲近 上帝就告诉他关于机会的事情 就是通过建造方舟的机会 让家人更团结更亲近 上帝如果要让一个人来领受安慰的恩赐 最好的方式可能是让他先有这些机会来操练 也就是让他在相同的情境中去感受 对于一个真正需要安慰的人来说 他应该不会想要去听专家的分析跟諮商 然而一个曾经跟他有着相同经验的人 绝对可以给他极大的安慰 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 先知已在亚被上帝拣选成为安慰者 但是在过程中 他也受到许多的攻击伤害跟侮辱 因此当我们可能处在困难跟痛苦的时候 求上帝亲自安慰我们 但是也要知道 有一天上帝会使用我们 通过我们的经历去安慰人 使人得到帮助跟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